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红准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目前加权股价指数下跌了45点 虽然它是跌的 但是今天的盘可能让大家非常的开心 因为它留下了将近多少 100多点的下影线 拉了这么长一段的红K上来 所以这里其实有一些资金正在回头的迹象 那融资已经连续的大减 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 融资如果在减肥的话 其实它不会一天就完成 它一定是一段连续性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大盘的融资 余额的表现 融资其实在这两天的持续在往下降当中 昨天还减了9亿 前天还减了4亿 那这天最重要的一天是减了47亿 所以整个台北股票市场 其实它正在大幅的减轻 整个市场上面的不安定的筹码 那我也跟大家谈说 筹码在降低的过程之中 我们先看一下技术面的表现 台北股票市场 现在走的是一个大型的压缩整理盘 你看这个高档的区间 高点一直在往下压 但是你看起来很恐怖 但是我的低点也是一直在缓步上升当中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上升趋势线 这里有一个下降趋势线 所以这边两条线连起来 就变成一个三角收链的形态 现在它在走的就是一个三角收链形态的 一个图形 那这个形态呢 只要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它就会在这个区间里面 一直做压缩的整理 等到最后压缩到极致 做一个均线上面的表态的时候 那个才是整个大盘真正的行情的方向 在那边 那现在你要看的是台北股票市场的涨跌 台北股票市场的涨跌最终呢 是取决于这一档股票的涨跌 你看呢 今天国具反弹了5个percent 其实台股就从油黑翻红了 那现在为什么大家必须要看这一档股票 因为呢 你从最近的成交量来看 你以量占比的来 你以量占指数来观察 每天排行榜第一名啊 不管是涨或是跌 每天排行榜第一名 成交的量占比率最高的就是 这一档股票 就是国具嘛 现在市场上面呢 不只做它而已啊 不只在现货市场上面 一直在操作它 甚至在期货市场上面呢 它的成交口述也非常惊人 所以全部市场的 全市场的人都在关注 这一档股票未来的走势嘛 所以我跟你讲过说 国具如果好 台北股票市场才会强 但是呢 国具如果不好 那当然台北股票市场呢 就会开始走得比较温吞哦 那国具它到底 未来的走势会是如何呢 你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目前的均线 它还是一条下弯的均线嘛 它是一条下弯的均线哦 你看它这边做一个震荡整理 我说这里的爆大量藏黑 连续爆大量藏黑 为了要清洗它的筹码 因为它有七万多张的增值股要出来嘛 这些筹码要清洗完毕之后 量要缩下来 量要缩下来之后 回到月均线之上 才是正式的开始转强哦 你现在看到这个上来反弹啊 它都只是一个反弹的格局哦 那目前国具在做一个反弹的话呢 其实它会带动其他的股票呢 开始做一些反转向上哦 比如像说 为什么被动元件的涨跌那么的重要 今年以来涨最多的是被动元件的族群嘛 因为涨价题材 从去年就跟你讲说 今年会走涨价题材 所以呢细晶元是不是受惠与涨价题材 开始大涨 然后呢被动元件更不用讲了嘛 MOSFI的部分也是一样嘛 所以只要有跟涨价砖上边的 其实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波 今年以来全部都是大赚钱的 所以你说国具呢 它这个真的很烂嘛 你把均线打上去来看哦 你以年限来看啊 目前啊 目前整个啊 国具它都还在年限之上哦 它都还在年限之上 也就是说你今年去买它的人 其实你还是赚钱的哦 那你看看大盘的走势 大盘已经跌到年均线之下了哦 所以资金它到底从哪边去转入 它到底转向哪边去 其实很明显嘛 其实很明显 短线上面它在跌 跌得很恐怖 但是你以长期均线来看的话 其实它并没有改变 它应有的上升趋势走势啊 但是短线上的震荡 难免真的涨多 一定会有筹码混乱的问题 再加上它的增值股出来 一定会有筹码混乱的问题 但是你需要时间给它 你必须要给它时间去做消化 那等到这些消化完毕之后呢 其实台北股票市场的 基本面的本质是很好的 那在指数 在行情再拉回整理的过程之中呢 其实我都坚信一个理念哦 只有在黑暗之中 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行情拉回的时候 你才能够找到 未来的明日之星在哪边 当然大家都在害怕的同时 每个人都会怕 买股票会怕 卖股票也怕 那你现在要看的是说 资金它到底在买什么样的股票吗 你跟着大户走绝对不会错啊 你想想看哦 有人买了1000万的股票 那你认为 如果今天跌了1块钱之后 谁会比较害怕 资金的流向 它才会决定未来 行情的方向在哪边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观察 我们为什么要去观察 国具的走势 因为不论内外资法人 全部都把资金再压在他身上 当他在跌的时候呢 损失最大的会是你吗 不会 绝对是那些外资法人 绝对是那些投信嘛 那些投信 他们手中握有这么大量的筹码 今天跌了1块钱下来 对他的绩效影响有多大 那未来如果说 他还要继续操作他的绩效的时候 你认为他不用去拉抬他吗 那什么样的个股 是现在有资金在做转入的标的 你当然要看市场现在 的资金面到底往哪个方向去做移动嘛 所以我们在8月7月31号的时候 就跟你讲说现在的金流选股里面呢 告诉我一些个股 比方3167的大量 这个地方是有资金在做转入的现象 当时收盘是51块9 那你可以看一下3167的大量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他昨天是怎样 逆势创下新高 是创新高的格局 所以你说资金转入重不重要 有钱在买的股票重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啊 这些资金在转入的标的呢 未来会慢慢的成为市场上的主流标的 那被动元件的族群呢 当然也是有会涨的标的 那你要选对 因为他是从未来的 过去的筹码面开始转向了基本面的走势 比如像说3090的日电帽 这档股票也是啊 如果你预估今年EPS有10块钱的话 那现在的股价来看 他是不是相对便宜的标的 那这些便宜的标的 或者是说他今年 还是会持续成长的标的 当然就是会有资金买盘做进驻嘛 那你一定要做 你的手中持股一定要做一些检视 有些标上来 有些之前是跟涨的那些族群啊 未来已经不会再动了 因为他的筹码面已经混乱掉了 那整个说未来的走势呢 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标的呢 绝对会动不了哦 操作上面必须要留意一下 市场资金的状况 还有你手中个股的状况哦 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说 我们去怎么去找寻 有一些市场上正在 还是有资金在做转入的方向 当我们市场有一笔资金的时候呢 其实他会走一个族群 然后再向个股之后上涨回来做获利了结 再回到资金面嘛 那现在走的是哪一段呢 就是原本的被动元件族群 开始全面喷出之后 个股开始上涨 上涨完之后 有一些资金开始做获利了结 但是这些资金呢 又会回到手中来 那这些回到手中来的资金呢 他会找寻下一个族群嘛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在找下一个族群的标的哦 那哪一个族群呢 是我们最看好的方向呢 我跟大家讲说 现在无人商店嘛 无人小器24小时不打烊 对不对 那现在呢7-11宣布已经要开出 第二家无人超商了 那这个无人超商的试点 非常非常成功 非常非常成功 他比原本 原本的超商的那家店呢 原本住点的那家店 还要成长的将近一成左右 那不只是 不只是我们台湾的小鸡在做 其实我们台湾已经算是落后的 已经算是比较慢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哦 包括在亚马逊的部分 无人小器现在在做嘛 那你现在看到包括在亚马逊的部分哦 亚马逊呢 他现在有一个Emeron Go Emeron Go呢 他现在已经在西雅图呢 开了第二家店 也是四点的店哦 那现在全世界呢 都在往无人商店在走 因为呢 他要减少能力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他如果可以线上的厂商呢 如果可以跟线下做结合 他最快的方式呢 就是展开无人店哦 比如像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他是不是要在 想要切入这种实体的店面 可是呢 阿里巴巴在切入实体店面的时候 现在所有的实体店面 其实已经都被人家占满了 那你要怎么样结合你的优势 你的优势在于网路嘛 你只要有手机 你只要带手机 你就能够消费 你不用去 你只要进去之后 你的所有的商品 你只要带着就能够走 所以呢 你不需要有人来服务你 当然也会降低你的售价成本 当你这些售价开始降低 回馈给客户的时候 自然跟那一些 一般的超商而言 就会有一个竞争力的差别出来 所以现在呢 很多的厂商 尤其是在 具备网路通路的厂商 他们都往这个方向去走 亚马逊也是嘛 亚马逊是不是 全美国最大的 最大的网路的公司 它是全美国最大的网路零售商嘛 那阿里巴巴是什么 它也是全中国最大的网路零售商 让这两家 全世界超强的网路零售龙头 开始往下游去延伸的时候 第一个锁定的目标 就是无人商店 那无人商店领域呢 我们必须要观察什么 第一个在电子货架标签的部分嘛 电子货架标签的部分 未来的使用量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第二个呢 你要看的就是在 人脸辨识的商机 因为你要做到 你要做到说 让客户觉得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你一定要简化 你的审视的流程 你的对于这个客户的 客户的通过通行的流程嘛 那现在呢阿里巴巴呢 他们已经在部件 有关于人脸变快哦 那台湾因为法令比较慢 所以呢我们的发展的程度比较慢 但是呢 我们把眼光放到全球来看 中国大陆是目前发展 最迅速最快速的地方哦 整个整个那个无人辨识啊 你几乎已经不用带手机了 他现在连手机你都不用带了 你只要有带你的人出去就好了 你只要走过去 那边刷一下 对着那个那台机器刷一下 你就进去消费就OK了 那为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做结账 那这个是未来的 未来的趋势啊 未来整体的啊 就是未来整个商店的趋势 未来的发展性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野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感恩会员的支持 与信任 一起成就 破密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店名会员 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 满满获利 狂胜专案再加码 力上加力 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忘读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感恩会员的支持 与信任 一起成就 获利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 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店名会员 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 满满获利 狂胜专案再加码 力上加力 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尽其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阵部消防署关心您 瓦斯桶放室外线 我们的预计 第一番手 不 不要 不现在请 三个要 五个不 预防瓶流感 瓦斯洗手 确实消毒 鸡肉 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 瓦斯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胃食 不接触 三药五步 瓦斯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篇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红准 在十点到十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目前加权股价指数 已经翻红了 已经翻红了 上涨了一点 这个上涨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代表说 整体台北股票市场是强于亚洲的 整体的亚洲市场当中 其实台北股票市场算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势的 你把整体的 今年在亚洲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 台股是台 整个亚洲市场当中 唯一可以 还是收红的市场 在今年以来 台股还是算赚钱的 但是呢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恐慌 因为呢 市场上面的震荡 包括在韩国股市方面 韩国股市其实是持续在破底的 那入股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对台湾有信心 台湾的供应链跟台湾的 整个电子代工业的强项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喔 很多很多的企业 他们其实已经在做转型 而且转型的角度 或者是说转型的方向是非常成功的 比如像说切入了车用的市场 比如像说切入了人脸辨识的市场 这一些市场呢 都是未来是未来整个十年之内的 可以蓬勃发展的市场 所以外资对于台股来讲的是不离不弃 当然是不离不弃 但是呢 短线上面涨多会有一些震荡 那这些震荡的过程之中 大家又能够忍受得住 那忍受完了 接下来就要看说市场的资金流向 到底往哪个方向去流 我刚跟大家谈过就是说 在无人小溪的部分 在整体的那个 整体的人脸辨识的商机准备要做启动 那无人小溪开始启动之后啊 包括整个无人商店开始启动之后呢 其实第一个你要看的就是 电子货架标签的部分 那我那时候跟大家推荐的两档股票 第一档就是谁 8069的云太 8069的云太呢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可以一直突破均线翻扬 而且它是突破的月均线 开始往上走高 龙卷余额开始攀升 但是呢它在上涨的过程之中 你可以看到说 8069的云太啊 从这个地方有没有 跟你讲的时候呢 其实呢基本上 它也是在创新高的 但是创新高之后 我跟大家讲说你要留意一下 因为我的BIOS指标 已经来到新高附近了 当我的BIOS指标 来到新高附近的时候 其实相对会有压力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BIOS指标创高之后 其实就开始做拉回 当然这跟大盘的趋势有所影响 现在大盘大家的气氛 是比较弱势的 那当然是有关系的嘛 同样3141的金鸿也是一样 3141的金鸿呢 一样在大盘在逆势的时候呢 它其实有资金在做转入布局的 你也可以看到说 3141的金鸿啊 3141的金鸿在这个地方啊 出现了一个反弹 上来之后拉回整理 我说这个整理的位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月均线还是上扬的嘛 当我这个整理之后呢 最后也是创立一个新高上来喔 当然你要看BIOS的指标 当BIOS指标来到新高附近的时候 其实相对来讲就是一个短线上面的卖点出来喔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连续拉回 这也是受到大盘的影响 因为现在的贵买市场确实是比较弱势的喔 但是呢这些资金并没有离开喔 他们并没有离开 只是呢股价上面一定是短期 一定是来回的震荡整理嘛 就很像克斯多兰尼曾经说过一句话 趋势就像人牵着狗一样 人呢他会一直往同一个方向去前进 但是狗呢就会来回的去做奔跑嘛 那股价在来回去做奔跑的过程之中 你怎么掌握到那个来回奔跑的路线 那你就要看整体的BIOS指标 它到底是怎么样在做移动的喔 所以呢整体的趋势 它是往上走是没有错 但是呢短线上面的震荡呢 或是短线上面的震荡的幅度呢 你必须要靠BIOS指标来协助喔 那我刚刚讲说人脸商机嘛 人脸商机 现在中国人出门已经越来越懒惰了 以前呢还会带手机 现在只要带脸出去就好了 那你现在带脸出去的话 刷脸商机是不是开始在 浮现出来了 未来两三年之内啊 全世界啊中国市场 会开始布建很多很多的 这些人脸辨识的系统喔 包括在日本呢 日本也是一样 日本东京奥运呢 准备在2020年开始 那日本现在呢 他们为了要反恐的关系 所以会大量的布建 很多的人脸辨识系统 所以呢有一些资金 他早就已经知道了嘛 他早就已经告诉我说 现在早就已经有人在做布局了 所以在8月10号的时候 当我的金流告诉我 现在有一档个股 其实他很特别喔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呢 其实这一档个股呢 开始有资金在做转入喔 那是2405的耗星嘛 所以呢我告诉大家说 现在2405的耗星呢 他有资金在做转入的现象的时候 包括他的技术面的走势 你可以看喔 这两天啊 大盘在重挫 前两天大盘重挫 对不对 大盘重挫的时候 居然有非常大笔的成交量 去推升他的股价 这些买的人会是一般人吗 不可能吧 你现在每个人想跑都来不及了 更何况你还会去买 那这个布局的人 他居然不是一般普通人 而且他带动了他的均线 开始往上扬对不对 如果我的均线往上扬的时候 我突破了前波的压力区 这个地方所有买进的人 都是赚钱的 都是赚钱的 那这些买进赚钱的人 他会轻易的去跑牌吗 我告诉你不会的 只有你在亏损的时候呢 他才会轻易的去做跑牌 那这些大户 或者是这些中时户 他们在操作的时候 他们只要有资金在做布局 一旦进去了 他们不会轻易的做离开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2405的耗星 当大盘今天在拉回整理的过程之中 瞧瞧的又创了新高 又创了新高 所以资金转入重不重要 有钱在买的股票重不重要 当我这边告诉你的时候 这里的大量区间 这两天大量的区间 是不是大盘正在这样子击杀 大盘正在击杀嘛 那这些大盘击杀出来 杀出的这些量人转到哪边去了 转到这一档股票来了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创新高 为什么他可以赚钱 因为他现在有钱在买他嘛 现在有资金在做转入的讯号嘛 那我有沒有跟你讲过 有啊 我在我们的操盘日子里面 都有跟大家讲啊 这个是不是短线交易特区里面 我跟你讲说 短线交易特区里面的个股 所以呢操作上面你现在 你已经不能够完全都只看基本面了 现在的台北股票市场很有趣哦 告诉你好消息 告诉你这档股票今天赚多少钱 多少钱又多少钱 成长几倍又几倍 结果崩盘 然后呢 你现在呢 告诉你这档股票多烂又多烂 你去空它 告诉你它反弹 现在台北股票市场 这是一个不符合逻辑 甚至说 它是一个非常诡决的市场 所以导致说 你不能够用你的市场上的讯息 来去做操作 你要找的是技术面 现在正在有资金转入的标的 然后呢 钱在买 然后整个技术面 是在做反转讯号的标的嘛 那它有没有反转讯号 这一段是不是资金在买 我现在钱就往这个方向在做移动嘛 这个是资金在买的股票啊 那我的反转讯号在哪边 当我的均线开始翻扬的时候 我的走势已经强过于大盘了嘛 我的走势强过于大盘这种股票 我告诉你 一般人绝对不敢追 每个人都在害怕的同时之中 这一些类股会慢慢的 慢慢的一档一档跑出来 绝对会一档一档跑出来 很多的筹码都已经被洗了嘛 融资都已经砍成这样子了 那一些融资不退的 甚至说融资已经见底 准备有人开始做拉抬的个股 会越来越多啊 会越来越多哦 那当我们看到资金面的走势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一档一档来看说 比如像说7月13号的时候 这档个股啊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为什么它会逆势抗跌 4942的加张啊 4942的加张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是不是逆势创下新高 这一段7月13号的时候 跟你讲的吧 7月13号的时候创高对不对 创高之后突破压力拉回 测试支撑 人家的均线都还是往上走的啊 往上走的 昨天是不是再创一个新高 那这种个股呢 相对来讲 是不是比大盘还要来得更稳 资金的流向 它会决定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啊 那我们再去显示 它的基本面的表现嘛 每股净值高达47块钱 去年赚了1.75年 今年上半年就赚了去年的钱哦 那主力它在哪里做 它做的是什么 TV跟NB 但是它现在已经切入了车用跟半导体的新的这块市场哦 所以市场上面早就已经有人先知道了 量胀比从1,500来到286哦 资金正在做转入的过程之中 筹码是相对稳定的标的哦 所以呢大盘现在走的是一个短线上面的震荡整理格局 但是呢有一些个股呢 有一些个股会慢慢的表现出来哦 有一些个股会慢慢的表现出来啊 因为融资可以洗的 大盘可以砍的 那一些短线上面没有信心的人都已经出场了 他都已经把他的手中的持股都砍光了 那你现在留下来的人就是那些长期持有的人 那些长期持有的人 不管大盘怎么样的震荡 不管大盘今天跌爆了 都不会去轻易的把他手中的股票卖出来的人 那这些标的会越来越多 那很多的个股呢 就会出现逆势转强 甚至突破月均线之上的这些个股 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哦 黑暗之中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星哦 这次我们操盘的日志呢再度改版 我们这次加入了短线交易特区 刚给大家看到包括2405的号星呢 就是属于短线交易的特区哦 那现在我们有推出一个88专案 期间日报88到年底 现在现实优惠实施当中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红准 注意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运通财经台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急时为您解答 7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经锁定运通财经台台股直播室 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 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电名会员征服古海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满满的获利 狂胜专案再加码 力上加力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运达通过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02-8773-8859 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 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电名会员征服古海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满满的获利 狂胜专案再加码 力上加力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我是在此理 比赛我全力以赴 但这些我看了就害怕 要发票吗 帮我存载具 什么载具 怎么在叫 手机条码 信用卡 都没事哦 中奖会自动通知 还可以自己查哦 发票用载具 环保又便利 财政部高雄国税局关心您 您好 我们是内政部李民署 eGate自动查验通关系统 会给您方便与快速的通关体验 第一步骤 请将护照发至对人资料页面 对人资料页面朝下 接着靠左上角对齐 至于护照读取机上 完全感应后 咱们打开 第二步骤 眼睛指示机器 是